东方机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我小明和大家讲车啦 虽然我国继续被这个疫情笼罩着啦 但是今年还是有不少车正在排队等着上场在我国面试 其中又有不少是被受大家期待的车款啊 包括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款 象征阿古斯达伯加亚的 Mercedes-Benz C-Class 今天就让我小明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代号 W206的新一代 C-Class 究竟和备受大家爱戴号称最成功 C-Class 之一的 W205 也就是现行款的小C 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身形好了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W205 还有 W206 的车身尺码 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新一代的 C-Class 在整体的身形上是有所增长的 包括在车长部分就增长了 65mm 而轴距方面也是增长了一个 25mm 也进一步增加了这个内部的空间表现啦 当中这个后座的腿部空间就多了 20mm 而头部空间也增加了一个 13mm 接下来我们就讲外形啦 那在外形上基本上这个新一代 C-Class 简直是可以用迷你 S-Class 来形容 因为它全车上下基本上是大量沿用了 新一代 S-Class 的设计元素 流线型的这个车身呢 同时整体的这个线条也是非常的简约 相比起这个 W205 整体看起来是简单了很多啦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车身呢 是拥有一些强调肌肉感的线条设计 而整个驾驶舱后遗的车身比例呢 也强调了这台车的这个运动感 至于在车头部分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被受大家喜爱的 大标水箱护照设计 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被称为 星河隔山的水箱护照隔山呢 这回是采用了 Mercedes 三角标的星辉元素 Mercedes 会玩啦 除了长得像 S-Class 以外 这一回这个新一代 C-Class 它的头灯组 还导入了源自大哥 S-Class 的 数位镭射头灯技术 用有260万像素的这个高分辨率照明表现 在这一方面呢 绝对是比 W205 好上了不少 如果说它的车头和这个 W205 看起来还是有点像的话 那车尾的设计部分就真的是截然不同了 它采用了一个水平延展的双段式尾灯组设计啦 那这个设计基本上是和新一代的 A-Class E-Class 还有 S-Class 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Mercedes 官用的一个家族式设计风格 我们俗称为套娃 对于这个手法 抹衰分不清抹衰的这个方式 你喜欢吗?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这个看法 老实说在外形方面呢 其实这个 W206 是蛮吸引人的 不过这台车最有魅力的地方还是在 内装 哇 这个设计简直是重新定义了奢华这个字 毫不豪华我不敢讲啦 毕竟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 它太过年轻太过花俏了 但如果讲 Fancy 的话 这一个已经是人见人爱 车见车债 妹妹看见了都愿意给你债 不止妹妹啦 我也愿意给你债 嘿嘿 不爱 首先在设计上它基本上也是照版了 S-Class 的设计 也是一个套娃级的家族脸啊 不过整个总装台 还是有和 S-Class 不同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设计 S-Class 它是使用了我个人觉得更加年轻化 也更加漂亮的进化版涡轮出风口的设计 当然里面肯定还是有这个 LD 灯 一定要有的嘛 这个氛围灯设计 相比起 W205 这方面真的是 对一些人来说是奢华 对一些人来说是花俏啦 这方面讲真的真的是 up level 了很多 这样的感觉你觉得是奢华还是花俏呢 但是这个内装的最大亮点呢 是这回 W206 不再采用许多汽车品牌都已经在抄袭的双联屏设计 而是敢用一个 12.3 寸的独立悬浮式仪表盘 搭配一个 11.9 寸的超大悬浮式直列式的中控台屏幕 哇 这个真的是 Win 了咯 而且还是面向司机的一个设计 那这个屏幕也取代了许多的实体按键 整体的这个科技感是再度提升了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屏幕比起 Tesla 中控台的那个屏幕 是漂亮了 精致了许多 果然 这样还是老的啦 不止如此 这个 W206 世代的 C-Class 号称拥有 Comfort for S-Class 的设计 也就是说媲美大哥的这个舒适性啦 包括在这个座椅还有整体座舱的氛围都有特别的讲究 所以环绕你的一切都是赏心悦目的 包括皮革座椅的设计还有材质 还有就是这个大面积的中控台式板 还有最新款的三幅式方向盘 有些人就称这个为蜻蜓设计啦 总之整个内装做起来看起来就是很舒服 我是蛮期待看到它的实测的 讲到 C-Class 的这个大萤幕 其实它的系统也是一大亮点 它搭载的是原置 S-Class 的第二代 MBUX 系统 这个第二代把数码化和 AI 带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更加的智能 之前那些什么界面客制化 还有这个座椅记忆功能 这些都算是很普通很简单的 Startup pack 了 因为这个第二代 MBUX 已经进化到更加的强大了 首先它的这个声控功能已经是到类似 Siri 的等级 你可以问它问题 你可以和它聊天 它都会回答你 不再像是之前一样需要使用这个固定的 Command 也因为这个主机它可以连接到互联网 让它能够拥有这个 AI 的学习能力 不间断的改进这个声控 还有其他功能的理解能力 所以相信这个 MBUX 未来将会越来越强大 这基本上就真的是和手机很像了 而这也让它多了一些额外的功能 像是支援各大主流的线上音乐播放器 还有集合感应器组成的 Biometric 生物 Login 系统 包括用眼睛啦 指纹啦 还有 Face Login 啊等等 以及这个更加生动的 AR 导航系统 在这个设计还有界面的操作上 我是觉得更加有互动了 你甚至还能连接你的 Smart Home 系统 透过这个主机来操作一些功能 当然最后就是这个 OTA 线上更新的 做这个 Software Update 了 动力也是这个 W206 C-Class 的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这一回全系只拥有 4 缸的引擎 侧民们 我知道 我也挺难过的 没有办法 因为这回的这个牌配标准越来越严格 那我一直在安慰的是这回这个 C-Class 呢 它就全系导入了被称为 EQ Boost 的电动技术 拥有 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技术 在第二代 ISG 集成启动发电机的这个技术之下呢 不但能够在刹车时为电池充电 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它还可以额外提供一个 20hp 以及 200Nm 的输出 那根据原厂公布的这个引擎阵容呢 目前是拥有 1.5L 的涡轮遮压引擎 以及代号 M254 的 2.0L 的涡轮遮压引擎 两具都是新引擎 那接下来 Mercedes 还会推出这个 2.0L 的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在输出方面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例子 而在底盘的部分 新一代的这个 C-Class 是基于 MRA 2 模组化后驱平台打造热程 得益于体积较小的这个前置引擎呢 搭配后轮驱动的这个模式之下 大大减少了这个前轴的负重 也让这个 W206 有更好的一个操价表现 而且这一回 Mercedes 还导入了同样是 源自 S-Class 的后轮转向技术 它最大能够转到一个 2.5 度啦 直接把这个转向直径减少 43cm 简单来讲就是间接的缩短这个轴距的行程 带来一个更灵活的操控 不过这一个东西是一个选配来的 会不会来到我国 这就要看 Mercedes-Benz Malaysia 的决定了 以前的人买奔驰要的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现在的人要买奔驰也同样是要一个身份的象征 只不过在年龄车的范围上呢 因为多了这些越来越 fancy 的配备和功能 而变得越来越广了 从小姐姐到这个退休的老板 都是本身为目标 也是 Mercedes-Benz 近几年来努力转型 所带来的成果 算是一种成功啦 那我相信这个 W206 来到马来西亚 应该还会是照样好迈 至于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从这个 Mercedes-Benz Malaysia 以往这个快手脚的行动来看呢 我相信很快就会来到我国 顺利的话可能今年就会正式登场 不过咧 从目前这个疫情还有芯片短缺的问题来看 只能说看情况啦 就不知道大家有觉得这个新一代的 C-Class 如何呢 你对它有没有感觉 欢迎在下方发表留言里的看法 这里有没有这个奔驰的车主 有没有这个 W205 C-Class 的车主呢 也欢迎在下方报道 顺便分享一下你这个用后感 想要知道这个 Mercedes-Benz C-Class 难不难养 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fire点 之前我小明就曾经为大家 努力的记上过了 好啦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给广大的亲戚朋友们 最终是要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大家继续乖乖待在家 不要出门哦 stay safe 拜拜 by bwd6